耶~~哈哈哈哈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翅薇 好啦 那我們今天拍的主題呢 就是我想要看看台南市這個粉專 它的排行榜到底後面幾名 會不會非常的差呢 那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台南非連鎖咖啡廳的 Top 5的流量還不錯 那我們想要看看 倒數的Top 5喝起來是怎麼樣吧 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在美術二館的門口側邊 然後第一間呢 就在美術二館的旁邊 我們待會兒去來喝喝看這間咖啡 好不好喝吧 Go Go 好 那他們這邊呢 只有那種旗樓的戶外雅座 那邊又有很多人 我們就來旁邊這邊喝一下 然後這邊呢沒有手沖 都是咖啡機打出來的 喝一下 嗯 他們美式應該就不是他們的強項 他們強項應該就是一些比較具有創意的一些咖啡 比如什麼 燕草拔樂咖啡啊 草莓氣泡咖啡之類的 好啦 我剛才一到啊 我就被他們這個什麼 史上最好喝的真果拿鐵 吸引 我們來喝一下 我個人覺得就是中規中矩的口味耶 但是杯子很可愛 然後我覺得它這邊開在美術二館旁邊 蠻吃香的 因為大家都想要來買咖啡 不然我可能不知道這個特別在哪裡 欸我原本沒有把這間包得非常的期待感 但是進來之後我覺得它的整個環體是非常的舒適的 那我們今天點的是金標的藝劑 聞起來的味道啊 它是有淡淡的那種果香的味道 喔 它入口沒有那種非常讓你覺得很苦澀 或是讓你會有排斥感 中間的味道啊 非常濃厚的果香 然後它有一味啊 後面的可可子味道 很明顯很舒服 它不是那種苦到那種 讓你受不了的可可子香味 而是那種淡雅的那種風味的感覺 還不錯喔 來喝一下它們的拿鐵 一樣我們就會點一個熱的一個冰的 它這個拿鐵就是我喜歡的那種 就是你有奶的特色 但是你又可以喝到非常非常明顯的咖啡味道 這樣才會讓我覺得我在喝一杯咖啡 不是那種我人家喝奶茶的感覺 整個層次感我覺得很棒耶 它這邊也是都是淺焙的 因為淺焙的話我會沒有感覺 就是請他推薦他喜歡的 所以他說喜歡這個瓜地馬拉的水洗 它用紋的感覺會比較像是 樂帶水果的風氣比較明顯 它跟入口的時候它的那種咖啡的香氣沒有很明顯 然後中間斷味的時候它是有帶點可可子的枯味 然後後面的酸度啊是比較舒服的酸 男生可以去接受不會特別的酸口 整個雲味喝起來是 我覺得它跳的斗子比較沒有那種 油腸綠血的那種感覺 它喝起來是舒服的 然後它杯子也蠻可愛的你看 然後它每個都有賣一些限定的飲料 像冬天它就這個草莓的飲料 很可愛 喝一下 這個好喝耶 然後它的果肉還是可以喝得到 它草莓質 甜度的話我覺得有點偏甜一點點 如果下次我來我會跟他說看會不會調整甜度 所以它草莓的酸度你不會喝到特別的明確 這個蠻好的 這女生應該很愛 只是真的有點偏甜一點 誒這間很特別是它還要給你聞香肥 他說那種草莓優格的香氣 聞豆子是聞不出來的 這個有這個有 它有一種那種玫瑰花茶 然後有一種用優格飲料 很像水果茶 哇沒有它雖然是淺焙 但是它的味道比較清晰 不會讓你覺得酸度非常的明確 我覺得它喝的部分啊 沒有那種可可脂的油脂感 但是它聞的味道很棒 所以你這樣子鼻子在裡面的時候 你是只聞到它那種草莓優格的味道 它會有一點那種玫瑰飲的香氣 然後它的魚味沒有那麼長 它的咖啡旅程稍嫌偏短一點點 那尾玉呢 它的苦澀味也會稍微比較明確 然後我們點了一杯奶油咖啡 通常是手沖的才會給這個 但是它一半的調飲也會給你 喔 它們奶油咖啡用這個咖啡都蠻香的 我是喜歡那種會有濃厚的那種焦糖味 然後它上面灑的就是可可粉 下面是熱的咖啡 然後上面是那種奶油很細緻 讓它喝看有可可粉的那一面 我覺得有可可粉的地方就有一點像摩卡 但它摩卡的味道又沒有巧克力帶的那麼濃厚 然後上面這個東西就我覺得有點像 我們去那個大阪喝那個奶油瓶酒 那種感覺 就是那個奶油是很細緻的 但是又不用那麼甜 然後下面的咖啡啊 又不會讓你很膩口 油脂感非常豐富 它整個層次感還不錯 欸我蠻推薦這個奶油咖啡的 大家真的可以來這邊試一下 可是這邊的位置就比較少 所以大家要來我會建議 可以先來預訂一下 這個環境啊 門口啊你絕對不知道這間是咖啡廳 我就覺得哇我是不是走錯路了 結果我們攝影師剛剛也是 欸我在哪裡啊我懂不懂 這邊真的不會讓你看得出來它是一個咖啡廳 然後走進來的時候啊 咖啡廳會先讓你在外面等一下 然後旁邊有今天的咖啡豆 就是當天現磨的 你在這邊先聞聞看 有沒有你喜歡的香氣 然後走進來環境啊 充滿很多裁縫師的一個主題 你可以看到很多古早的那種裁縫桌 如果今天不是拍攝需要的話 我一定會坐在吧檯的位置 因為可以進一步看到 咖啡廳的一個表演 好來囉 他們一開始會介紹你怎麼喝 來喝一下吧 我們今天喝的是肯亞的AB 剛才咖啡廳啊跟我講說 他們這個是帶有橘子汁香氣的那種酸度 不會讓你覺得很酸 然後也會有淡癢的舒服度 但是他給我的感覺比較不像是橘子汁 反而比較像是羊柑橘 他的前味一進來的時候 他的油脂的豐富度 其實不是太濃 但是你可以很清楚感受到 他那個淡淡的油脂 然後他的咖啡的感覺 會覺得意猶味精的感覺 因為他的咖啡旅程滿長的喔 他的魚味會在口腔很久 像我一直講話沒有 他裡面還是可以喝到那種 淡淡酸度的蛋藥味 還不錯 然後他剛才有跟我說 他們沒有重烘焙的 所以他如果說想要喝濃一點 你可以點他的冰滴 因為他是長達12個小時去滴出來的 然後他還不錯喔 那種是圓的冰塊 網造那種威士忌的感覺 咦?他沒有酒精 但是我剛才這樣子印 然後這邊的時候 會有滿滿濃厚的威士忌味道 哇!他的黑巧克力味道很濃厚 你一頂到那個舌尖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噴出來 然後他的咖啡旅程更長 冰的咖啡可以這樣子蠻厲害的 就是他的咖啡旅程讓你覺得很舒服 濃厚然後很優長 真的很不錯 哇!這個我好喜歡喔 很棒耶 吃一下他們的手工藝式餅乾 也不錯耶 重點是啊 其實我們在這邊是老街裡面 老街有一個很大的窘境就是 安平現在是越晚越沒多了 然後他的熱門時段之後 下午的1點到5點左右 所以有多了一點這樣子的深夜咖啡 我覺得對安平整體觀光潮的 享受一下不一樣的咖啡 飯菜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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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友推薦的台南非連鎖咖啡廳 TOP35裡面的最後五間 可是我之前就有發現 他們的這個排行榜 很容易在後面的席次 會有一點點小雷 確實是這樣子啦 就是今天這五間呢 有一間我覺得不盡理想 就是不會是我喜歡的 那其他的四間呢 我覺得都有各自他的特色 尤其是裁縫師咖啡 我覺得他會在最後一名 這一點讓我感到非常非常的訝異 不管他的整體風格 他的咖啡豆 咖啡師的服務品質跟熱情 我都會覺得他是有前五名的一個 實力所在 特別推薦給大家 那其他的也不是說不好 只是說今天的印象值最大的 就是裁縫師咖啡 好不好 那如果還想知道其他的咖啡廳 或是你有什麼推薦 在榜單之外的銀珠之汗嗎 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給我們知道 最後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按讚訂閱 我們記得按讚 掰掰 今天要帶大家來體驗這支傳統男士純理髮 你看他臉洗頭就洗頭享受 他享受那一組點 怎麼可以牽走到什麼地步啊 那這件傳統男士純理髮 就位於台南永康大灣路的鄉隆內 裡頭搶牙牙 今天我們就在這邊找老闆娘阿華 洗頭髮清爽一下 你看連吃個東西都能掉在身上 實在是有固醇的 除了連這邊體驗做的洗頭之外 因為這邊是傳統理髮 所以是趴著洗頭的 不過以阿華的技術來說 服務覺得是最棒的 喔 那這邊不只有理髮和洗頭 還有以上這些服務 我們今天也順便來做一下修容 把那些藏污納給我清理一下 你看這每一處的細節 阿華都把它修整得乾乾淨淨的 通通都不給他放過 珍珠臉瘦得像亮晶晶的 再加上賽子 灰本身有的耳包 所以就順便挖耳朵清潔一下 不得不說阿華真的是親耳多姊的天后 功夫有夠讚 注意看他的表情 有多麼的討厭 就多上俏